可以查一下那個維基百科 它其實最早的名稱就Google Bar 但是後來它最早提出來的是 2023年的3月21號 等於是大概就去年 不過沒有多久就更名了 所以現在German來這個名稱 就是在39天前才出來的 所以它這個東西其實出來的時間並不長 但是我一用我就覺得 哇 又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出來了 所以其實他們這種大公司為什麼賺錢 其實它賺錢也是有原因的 就出來一個東西馬上就讓你愛不釋手 以後就不會用別的了 有沒有 像Google搜尋引擎就類似這樣 它Google為什麼 以前搜尋引擎前面還有很多家 有沒有 像Yahoo 之前可能還有什麼奇摩 可能你大概都不知道 那因為有Google之後的話 之後 所以以後搜尋引擎 就是Google這個名稱就變成 它就變成一個 搜尋引擎的一個專有名詞了 有沒有 其實Google是一家公司 那我們現在叫人家找資料 你Google一下 其實意思是說你要搜尋一下 以後會不會你German來一下 對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過我看應該還有滿長一段路要走 現在不會叫你小GPT 我覺得現在有這個趨勢 或者你叫你AI一下 那當然這裡面到底在做哪些東西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 相關背景 其實不妨自己稍微看一下 OK 那有關歷史 這傻傻的寫滿多的 不過這可能要有一點對於 這些有興趣的 我細節不講自己看好了 OK 這個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要會用 那其他的話就是 像Metrope的Copilot 這個我剛剛試一下 它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我就 不過我用了新的感覺 跟TroGPT其實還滿接近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細出同門 所以結果一樣的話 其實也不太意外 OK 然後底下的話當然呢 就是我把問題丟給它 它自動產生 而且你會發現TroGPT每次問的答案 好像都不一樣 而且它到底為什麼都不一樣 它其實沒解釋 像我詮問來 他還會跟你講說 這個來源在哪裡 從哪邊幫你抓出來的 可是這個是沒有 我在想說 他其實也是從Github裡面抓 某個工程師的程式 但是他沒有交代 那這個我是覺得就 可能之後他們會不會再改進 因為這個沒有來源的話 那可能 是不是他自己生成的 我覺得倒也是打個問號 OK 所以 那接下來當然 除了可以生成程式之外 另外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 除了可以生成之後 還可以除錯 然後還可以解釋 然後還可以轉譯成別的 OK 所以你也可以玩玩看 比如說第一個 你故意把那個程式 像剛剛這一段程式 我故意把它做一些錯誤好了 比如說int沒加 有沒有 然後這邊故意這個地方沒縮排 所以你一run的話 比如說int沒加的話 它一樣會跑 可是它就會出現錯誤 有沒有 這個地方第一個會出現這個錯誤 縮排的錯誤 有沒有 當然 第二個 故意弄兩個錯誤在這裡 還有int沒加 有沒有 int沒加的話 輸入80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叫typeair 好 那我就故意做兩個錯誤 一個錯誤是 我故意沒有加int 第二個錯誤是 我這邊沒有縮排 那我就讓它試試看好了 比如說我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程式ctl-c 然後呢一樣就是什麼 把它貼到這個缺號GPD試試看 那前面先 請 請幫我 除錯好了 ok 然後呢 直接就把程式貼在它下面 那貼到下面我習慣按shift加enter shift加enter的話就是 因為你按enter它就送出了嘛 所以你shift加enter是強迫換行 ok 然後把程式貼在這個下面 那意思是說讓它去找找看 其實我故意 加了兩個錯誤啦 看它有沒有很厲害 我試過是蠻厲害的 來送出看看 然後它說 它其實 是有些錯誤 但是哪邊錯誤它沒有明指 但是它直接幫你把它修正 我看一下它修正的對不對 它修正的是這個 它用個float幫你轉換 它說這個地方的話 還有說牌也把它修正 不過這個地方如果用float把它修正的話 看一下 如果是用float 把這個程式複製 假設我們把它Ctrl C 然後呢我把它再貼回來試試看好了 貼回來rown一下 這個是它改完之後的結果 看一下好不好 80 Enter 也可以耶 不過呢它是把它轉成float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80的話 它經過float變成80.0了 也就是它會自動幫你變成小數點 那你說老師那可是沒有啊 對它就是加點0 後面有小數位的 所以其實當然你說這樣合不合適 其實我是覺得 應該用evo會比較好 用float我覺得沒那麼好 OK 所以你這個地方如果你自己會的話 那當然會比較可以直接修正 然後說牌也幫你說了 OK 所以顯然它是真的可以幫你怎麼樣 幫你找出程式的錯誤 這個是第一個 毋庸置疑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剛剛講 除了可以生成 那除了可以翻譯之 可以幫你除錯之外 第三個還可以幫你解釋程式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貼上 然後底下說 底下就加敘述 請幫我解釋程式 Enter一下 OK OK 你會發現 它真的就開始幫你解釋 而且我覺得解釋的 倒也還滿不錯的 有沒有 每個地方到底每一行程式 每一個地方做什麼 很快的就幫你寫出一段敘述出來 讓你知道說這個程式在幹嘛的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真的 一段程式太複雜了 你懶得從頭到尾看的話 你直接貼到缺LGBT 請幫我解釋一下程式 甚至幫我摘要程式都可以 OK 然後馬上幫你把程式解釋一下 甚至還有第四個我剛剛講 請你幫我 請幫我 有沒有 直接跟它講說 請幫我轉換成VBA 不OK Enter一下 看一下它有沒有辦法 哇 馬上幫你轉成VBA了 有沒有 那VBA的話 這個程式 假如說你要Run的話 那當然你要直接知道VBA怎麼Run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程式 假設你把它轉成VBA的話 那你就直接第一個 開啟Sale對不對 好像我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第二個的話 上面有開發人員 不過開發人員 可能你要自己知道怎麼打開 如果你打不開 那可能就沒 預設沒有啦 你自己要找一下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程式 如果貼過來 記得喔 如果VBA 這邊一樣Copy這個程式對不對 那記得貼VBA的話 記得第一個 先找到開發人員 每個版本可能都不太一樣 反正一定會有開發人員 如果你假設沒看到 我們這個是2007的 它的位置是在這邊 其他命令 上面一個箭頭其他命令 常用裡面 在這邊 設定吧 這個版本好像又跟其他不太一樣 反正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什麼 制定 開發人員的那個 選項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應該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 有點忘記 這個比較舊的版本 把那個 把那個 這裡啦 它應該是這裡 2007的是在這裡 那如果你假設你是那個 2007以後的版本 它會是在這個地方 制定功能區打勾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把它叫出來之後 那如果假設你有VBA 那怎麼把它貼上去 很簡單 開發人員裡面的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程式貼上 你會 這個是灰色 沒辦法貼 記得呢 一定要先增加一個模組 在哪邊加模組呢 請你在左邊這邊有沒有 VBA Project這邊按右鍵 任何一個地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那其實概念跟那個 Python一樣 反正新一個文件 就新一個模組 那程式貼哪裡呢 就是貼在模組裡面就OK了 所以你第一個 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剛剛那個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上 有沒有 然後亂亂看好了 其實我什麼事都沒做 我只有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 查GPD 剛剛幫我轉譯的程式貼過來 對 然後亂亂看 好 看一下好了 那其實啦 其實到底應該差不多 執行一下 反正就一個input 請輸入成績 85分 有沒有 就輸入到這裡 不一樣的地方是 Python是輸入到那個 右下角 這邊是輸入到 這個叫做input box 它其實也是一個輸入的地方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把訊息提示出來 這邊多一個a 但是它是輸出到這邊 這個叫做message box 它把結果輸出到這裡 按確定 那就結束了 就這個message box 但是如果將來 你要輸出到那個 Excel裡面的任何儲存格 那你就用range 比如range A1 那就輸出到range A1 它就可以看到結果 OK 其實差不多 那你說至於有哪些不一樣 其實我是覺得最大的不一樣 第一個 就是把input改成input box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 if的敘述 在這邊多一個then then其實在Python是冒號 有沒有 在這邊就是 這個敘述的方法一模一樣 然後 在Python裡面是 是elf 可是 這裡也是一樣 只是說這邊叫else if 比較長一點點 其他也沒什麼差別 後面敘述都差不多 還有 結束的部分會有個end if 大概是這樣 其他好像都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自己轉譯的話 我是覺得如果你可以知道 語言跟語言之間 哪些地方不一樣的話 那你剛剛自己寫就好了 如果你懶得寫沒關係 你就直接叫 TrackBee幫你寫一下 然後你就貼過來改 比較快 所以我是覺得AI以後 可以讓寫程式的人 變得比較懶 以後 像除錯好了說真的 學生比如說有那個bug 然後問我 老師我這個程式一直有bug 沒辦法怎麼辦 你幫我看一下 幫他看程式這很累 我就直接貼上去 馬上可以回傳給他 幫你找到錯誤了 其實不是我找的 可是TrackBee真的太好了 我覺得TrackBee真的是 對那個debug 這件事真的是 有絕對的正面幫助 第二個是解釋程式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對於某一個程式 不太清楚的話 那其實你就直接可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解釋一下程式 其實我也沒有寫得很複雜 以後其實我是覺得 那個什麼 像那個 AI其實你要跟他對話 其實他有很多的提示與 Pronzer 但我覺得 有些地方其實可以不用那麼拘謹 我覺得你簡單跟他講 他就給你需要的 除非他真的看不懂 你在用一些提示與 Pronzer 跟他講一下 OK 不然的話我都會用很簡單的方法 他看得懂就OK了 然後其他的話就幫我轉換成VBA 他就幫你轉了 有沒有 其實我也沒有做很複雜的敘述 那未來如果你假設要轉換成其他語言的話 真的滿快的 所以很多東西我不會 沒關係啦 反正只要幫我轉一下就OK了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新的程式語言 像Python後面有一個叫go語言 他其實如果以後你說 那又多一個怎麼辦 要不要重新寫 其實不用了 請幫我轉成go 馬上就有了 OK 所以 這個部分請各位不妨試試看 那當然除了QHPT之外 這個GEM奶這個也可以玩玩看 看起來好像也差不多伯仲之千吧 OK 所以 這個我看 我請他幫我轉 好 請幫我轉成那個什麼 轉成VBA好了 看看他兩者之間比較看看 有沒有比較厲害 有耶 有耶 OK 所以他其實也是可以 馬上可以把它轉出來 到底這樣一樣耶 Input Box 然後一樣用Mess Box 到底差不多 那底下 他寫的比較多耶 他還有這些其他的敘述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利用AI去做除錯 所以我剛剛是故意弄一些錯誤給他 然後請他解釋 然後請他轉換成別的語言 OK 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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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